好非得不好非得早餐 我是丹江龙 今天民国112年 2023年11月28日星期二 11月28日 所以告诉你 已经快快12月了 今年已经快过完了 而且也在告诉你 冬天来了 所有的生活打理 一切按照冬天的规则去生活 另外今天星期二的时间 每个星期的星期二 我都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 摆在这里 所以医疗养生保健等等 这方面的讯息 都会放在这个时段上面 好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的 我先介绍一位 我们的重要的来宾 重量级的来宾大医生 来在我们现场的 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副院长 李伟强李 李副院长欢迎 各位听众早安 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 李伟强副院长 也是乡龙兄早 早安 因为我们两个刚在哈拉 我们都生活在天谷 生活在以荣种为中心 因为台北的北区很特别 台北的北区大医院 荣种当数一数二的 全台湾的两个最重要的医学体系之一 旁边还有振兴医院 如果你要再扩散一点来讲 再远一点还有淡水马街 所以附近的大医院非常多 还有星星光 就是说核性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治癌的医院 它其实也在北头区 所以这个区块来讲 就大医院就非常非常多 在台北市的北区来说 就是说荣种的 以及配套荣种 所发展出来的 那个整个的生态系 就像台北市 现在为什么把未来的 生计医疗的园区 摆在北市科 那基本上就是 那个在地 在在地医疗生计的整合资源 将来都会在 在这个区块上面 好今天呢 李伟强李副院长来 我也很诚实跟他讲 就是说除了是 是在地的邻居之一之外呢 我每年呢 对荣种的贡献非常多 怎么说呢 我们家里面老人家 老的晓得只要只要有病啊 要健康检查啦等等 就都都都知道荣种 好所以呢 走荣种对我来讲的 简直呢走厨房一样 好但是今天呢 今天李伟强李副院长来的 今天是因为 今天呢李伟强李副院长 要做2023年 台湾医疗科技展的代言人 要来为大家呢 介绍2023年台湾医疗科技展 您今年来的应该是第三年 还是第四年 前前两年台湾医疗科技展 因为前两年有疫情 是没有错 有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医疗科技展来的时候呢 我还挺尴尬的 我说你要我鼓励大家去去看展吗 现在大家都很怕啊 都都很担心被传染啊 所以前两年呢 台湾的这个医疗科技展了 虽然办 可是就办的有点干尴尬 因为因为听听众 你要鼓励去也不是 反正就大家那时候防疫的关系 但今年没有了 所以你进来非常好 今年已经疫情都都解封了 欢迎大家呢 来来参加呢 今年的台北医疗 就是台湾的医疗科技展 那我先把一些 一些的基本的资讯呢 提供给大家 这个呢 医疗科技展呢 一年一度 它是由台湾的深测会 生物 它叫生物科技测进会 对不对 生物科技测进会 它是由深测会跟深测中心 还有台北市政府 还有卫福部 经济部 国科会等等的单位呢 要共同主办的 好那今天呢 是星期二的时间 十月二十八日 今年的 就是说台湾医疗科技展 它是从这个星期四 十一月三十日开始 到十二月三日 星期天就四五六日 那有四天的时间 地点呢 跟去年一样 在南港展览馆的医馆 的这个一楼跟四楼 那 我建议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你可以先上呢 台湾医疗科技展 你只要打台湾医疗科技展 你就看到这一次的展览的官网 那官网上面来讲呢 参展的厂商 以及呢 他们参展的策展的重点 但你会说 医疗科技展 我除了看病之外 好像跟我没啥关系 好不 这个呢 可能就是呢 你被那个医疗科技展 的科技两个字呢 给 给混淆了 其他现场有许多呢 不管是医疗的知识 或者是医疗保健方面的 这些的产品 在现场呢 你除了可以呢 实地的去操作感受之外呢 甚至于很多呢 是可以购买的 好那 这次呢 一共有国内外呢 650个参展的机构 有超过2000个参展的摊位 那全台顶尖的医疗机构 特别一些大医院呢 现在每年呢 都要呢 积极的投入这个展展览 那台北荣总啦 台大医院啦 台北市的联衣啦 联衣的体系啦 长庚啦 马街啦 三种啊 等等 最重要是呢 国内外 因为台湾在生技医疗体系里面的 技术面来讲 产业面的发展非常快 这个是台湾未来另外一个 除了半导体之外 很有希望的 其实现在已经 已经发展的非常好了 那国内外指标的 这些呢 生技的品牌 企业的大厂呢 也都呢 参与其中 那如果是前两年 你没有听到 那我就提醒你 就是他跟一般的静态展出 你不要把它想到很静态 他不是静态的展览 那除了一般 跟一般静态展出 最大不同的 就是展场呢 增加了许多互动性的 这样一个体验 那比如说呢 不管是游戏活动的设施 设计的关卡啦 还有呢 就是担任医护的体验 所以如果你带着小朋友去的时候呢 小朋友应该也会觉得呢 角色扮演的是蛮好玩的 无论如何呢 就是把一些医学新知 跟一些呢 跟一些呢 医疗科技方面的知识 跟最新的 可以家庭化的一些医疗产品呢 介绍给大家 好来 接下去的时间呢 我就交给李伟强 我先问一下 就是说 第一个 那生技展 生策展 他为什么 为什么找李伟强代言 是这样子 这是当然是我的荣幸了 那在 各位听众找 那我大概 行医到现在 大概都30年了 我也真的是就 从以前国立阳明大学 在失牌嘛 也是在北投区 然后后来都 毕业之后 我都一直在荣总 那后来也有机会 在国外进修 学了主要是 这个医院管理 医疗品质 回来之后 在台湾有当过 医测会之间 然后后来也到 卫福部当过 医师师的司长 那大概 所以我的工作 除了有临床之外 也包含一些行政工作 那特别在 我在医测会 跟卫福部的 这段时间当中 其实国际上面 开始这个智慧医疗 跟精准医疗 已经开始萌芽了 萌芽 所以在那个时候 开始推动 所以当我后来 戒调结束 回到台北荣总 继续临床服务之后 我就一直有参与 这个所谓的 这个精准医疗 跟智慧医疗的发展 那深测会 也在在七年之前 就开始举办了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医疗科技展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台湾 其实并不缺医疗展 各种新的医疗 台湾也不缺科技展 台湾是科技大国 各种科技展 几乎一年 每个月都有 那为什么这个特别呢 因为没有一个 缺两个结合的 我们知道其实 医疗方面 很需要这个 这个资讯厂商的导入 可是问题是 资讯厂商也很想跟你合作 关键在于什么 关键在彼此之间 没有太多联系 那台湾一直很希望说 我们有下一个 那个兆元的产业 所以那时候政府 在深测会有点 在主导整个台湾 这样子的一个生计发展 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是 未来方向 应该把我们的医疗 是台湾的强项 再把另外一个强项 就是我们的生计产业 科技产业 做个结合 这样强强组合 应该是有可能 替台湾创造 下一个兆元产业的 一个好机会 所以在七年之前的时候 就在深测会的推动之下 就把这两个 结合在一起 在一起 变成是由 医界跟生计产业 共同来举办 一个这样子的展览会 是这样的来源 那我刚好 恭逢其胜 那个时候 就在从第一年开始 就参与这样子的 一个策展 后来也看到 这个策展 从过去 早期是 半强迫来参加的 到现在 大家各个医院 你看刚刚向龙兄有提到 有将近2000个盘位 这是非常规模 非常盛大的 而且是同时 在一个展场 我们可以看到 医界的最新的医疗技术 以及我们在生计业 最新的生计发展 跟资讯的发展 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它四天的展期 有四天 对 那到底这个展览 它把重点摆在 B2B的部分 还是摆在B2C的部分 其实应该是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首先就B2B的部分 这次在海外 也我了解 有将近超过1000位的 这个海外人士 会来参访 所以这不只针对国内 在早先几年的时候 确实以国内为主 大概从前三四年前开始 我们就觉得说 应该是要同时让海外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这个 既然是对外的发展 在里面台湾市场 毕竟是2300万人 我们所发展出来 这些生计产品 多只靠台湾这个市场 显然是太小的 当然 所以我们一定要拓展到海外 刚好政府又有 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所以一开始就往新南向 那边发展 像今年的时候 我们看包括有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等等新南向国家 都会组团来 今年甚至还有中东团也来了 中东团那边 大家中东那边 现在虽然有一方面 是战火瓶人 可是另外一方面 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中东特别包括像 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就UAE 还有其他 对 这些都是一些大买家 他们那边医疗 也是慢慢起来的 他们也想到说 来自台湾 他们在台湾 但是到底葫芦卖什么药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要过来 所以我想我们不只是南向发展 也包括西向的一个发展 我相信这两个是 今年一个特色 当然传统上面 就会有来自东北亚 以及日本 以及像美欧 也都是会来参观 所以一千人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目的 前两年的展览 您都有参与吧 都有 对 您能不能说明一下 就是说前两年的策展的情况 虽然有疫情 但是我想知道 就是说作为一个一个参与策展的一方 而您在荣总这个 这个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医疗体系里面 您又负责那相关的工作 那前两年的策策展 以你一个策展者在旁观来讲的 这个展览 他达到了什么样的目标 以及参与者呢 是哪些人 那从一个广播节目的角度来讲 我最在乎的就是说 我怕我的听众观众听了之后去 他们他们不得其吗 而入 不知道该如何去从这个展里面的 去掏金 去掏宝 怕无聊 或者期待太太高 以这去的发现了 就说他这些呢 这些一般的民众的 并不是呢 这个展览的主要的对象 所以我想请您说明一下 就前两年的策展 您在现场您看到了什么 好 谢谢主持人提这个 因为刚刚其实主持人提到 这是B2B还是B2C 我刚刚前面介绍的是 很多厂商会来看 可是另外也有块B2C的部分 就直接我们由这些机构 直接面对我们的第一线的民众 那民众来我 获取这个好机会 跟大家做一个导览 因为现场在南港展览馆那边 大家其实是空间非常大 一楼跟四楼 两个大的一个展区 那如果两千个摊 我相信这个 你要把两千个走完 我相信也是要花一天以上的时间 不过我相信第一个 我也是建议各位听众 如果您决定要来的话 那您应该先稍微先想想看 第一个先上网看一看 上网可以提供你 所有摊位的一些相关讯息 你或许如果是有所目的 已经报定了某一个想法来的话 你可以先去上网 先浏览一下 先签选你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我一定要去的点 就跟我们一些海外旅游 假如我今天我去 那北欧旅游 我一定要去拿几个点 先勾出来 这个建议很重要 那勾出来之后 沿着它的这个路线 你就可以知道说 有哪些可以顺便可以看到的 是第一个功课 第二个 那来这边的话 有哪些可以提供给你的 可以大致分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医疗的心知 如果您对 现在这次参展的这些医院 我刚刚一开始提到 在早期从第一年的时候 都是拜托各个医院来参加 那各个医院就大概就 就是展示出一些 它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研究 发展等等这类东西 可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各个医院提出来的 不只是它最高科技的 这些所谓的医疗的治疗之外 还有成果 更重要可以体验 现在你看以荣种来为例 这次我们推出几项东西来出来 第一个 我们可以让 现在我们现在都是 手术前都会做一些很好的 电脑断层 和核磁共振的定位 那医生呢 手术的医生 就带了一个 一个眼镜 智慧眼镜 然后戴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体验 像你要讲这个元宇宙方式 这样的方法 这就是利用 对吧 叫做什么 叫做加强使径 AR的方式 可以把所有 你之前所有的影像 全部投射在这个 这个手术台上的病人的身上 这样的体验 如果你想要来感受一下 一个外科主刀意识的体验的话 我们现场可以让你感受到 但是它 它不是医疗型 它不是医疗型 对不对 你可以感受到 如果你是这个医生 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对 我只怕我们的听众 以为到现场可以去看病 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场不看病的 你看病的 台湾还是有规定 可是我们也会提供 很多卫教的知识 比方如果是 您对健康检查有兴趣 我相信很多的医院 会提供 哪些重要的健康检查资讯 我相信现场 大概不至于会给你卖卷 这不是旅游展 对不对 可是你至少 可以拿到一些相关讯息 将来回去的时候 再跟这些医院来做联系 那另外我们像现场 有提供一些 最新的这些发展 比方上荣总 我们有提供一些 做全基因定序 什么全基因定序呢 现在很多人只要抽一些血 马上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列出来 比方假如我们有列出 一百项 这一百项是常见的 遗传性疾病 或者是某些基因的 现场可以做吗 现场不能做 可是我们提供讯息 提供讯息 知道 这不是精准医疗计划 你们一部分吗 非常重要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这东西其实现在 已经不是研究 现在已经落地了 现在都已经可以商业化了 商业化 台北人 在那边有很好的资料库 所以若是您将来 有机会的话 你需要的话 现场提供你相关讯息 一个QR Code 或电话 或Email 你可以将来回去 告诉您自己 或您的家人 朋友 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相信 不止北荣提供这些讯息 很多现场展览 这么多医院 他们都会把他们 相关的讯息提出来 提出来 各位 你平常想要到处打听 还到处问这个张三李四 我有这个不舒服 我应该去找哪个医院 哪个医生 各位你来这边 可以搞一个 one stop shopping 一四可以知道 所以我说 如果您来之前 就已经有所企图的话 知道目标 你就先做功课 如果真的只是 想来了解一下 现在台湾整体 一阶的发展 那我建议你可以 花点时间 到各个谈位去 稍微看一下 你应该可以看到 各家医院所提供 目前最新的治疗讯息 甚至还可以体验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如果是一些科技 对科技有兴趣的话 您也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现在 几乎台湾所有的大厂 已经叫了出名字了 有对 有在升级医疗 或者是有在 这个资讯通计当中 有资讯 这个科技有发展的 都会在现场展览 因为它不只是 要卖给国外买主 国内买主 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民众知道说 台湾在哪些方面 有哪些重要的设备 已经发展出来了 比方我随便讲一个 睡眠 睡眠是大家现在 很常见的困扰 现在的睡眠 其实在身上 带了一个贴片以后 它可以把你 这个睡眠的 这个形态 身体中间打呼了 或你身浅 它全部记录下来了 它会打扰你睡眠 它透过你家有WiFi 可以传到一个云端上面去 后面帮你分析 我想只是一个例子 像这样的东西 已经商业化了 所以如果是你想要了解的话 你都可以透过这里来了解 各种这种 所谓物联网的这个东西 都是可以在 现场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相信 对一般民众来说 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 去了解台湾 哪些是符合你需要的东西 好 它当然是一个展览 但它也可以扮演 那就是说 医病的 媒合的角色 就是让你 人身体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的状况 但是一方面知道 现在在医疗的现场 就是医疗跟医学科技 以及医疗的这些 医学科技的这些的产品 那器材发展到怎么样的阶段 看这个展 我会建议两大类的族群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这个周末 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 你的周末活动的重点之一 拿两大类来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来我继续访问 在我们现场 他是台北荣民总医院 就是北荣的副院长 李伟强李副院长 那今年他被推出来上 非得早餐 扮演2023年 台湾医疗科技展的 代言人的角色 好 待会继续访问 李伟强李副院长 好 非得问我非得早餐 我是谭亚龙 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 我访问台北荣民总医院 北荣的副院长 李伟强李副院长 他除了在医疗本科来讲 他是肠胃科的 就是说资深的医师之外 另外他在医疗行政上面来讲 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了 今天李伟强李副院长 被拱出来过去 过去因为他也在医测会 同时也在卫福部工作过很长时间 当最重要是在医疗的现场 他同时也是阳明大大选 对不对 阳明大学的 现在是阳交大的教授 他这次被拱出来 作为2023年台湾医疗科技展的代言人 这医疗科技展 无非不管是B2B或者是B2C的部分 但每个人到这种这么大的展 刚刚李伟强李副院长 那个建议是非常重要的 2000个餐摊位 你不太有概念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就是说不要说一天 你说你要四天的时间去逛完 我都怀疑 所以但是里面有一些 可能是很专业的 如果你不在医疗体系里面的 也许那些对你来讲 没有这么重要 那哪一些的 既然是非得早餐的听众 哪一些的听众 我特别建议你 可以去参加 好 那当然的主办单位 也有主动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银法族 比如像唐强 比唐强老的都可以去 搭个捷运就到了 到了之后 你就当做晃晃悠悠的 去逛逛街 带老伴 或者跟家人 一起去逛一逛 那边一定有很多 银法族的这些 养生保健的商品 或者器材 可以方便你选购 而且老师说 在这种的展场当中 你去买这东西的时候 价格各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产品多 你不用去比较 现场大概就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 第二个就价格上面来讲 你也比较实惠 第三个你也比较有保障 所以这银 银法族的长辈们 你可以 这个互捧饮班 然后找几个好朋友 就一起去看展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家里面 有需要你照顾的银法族 比如说像我家里面有 我要照顾老人家 可是我跟你说 现在不管是政府机关 或者是医疗体系 或者是一般的 一般的医疗商业市场里面 其实它发展的非常快 就对于老人的照顾的 不管从器材 或者说是吃的这些 保健药品等等 其实它日新月异 跟过去非常不一样了 方便度提高很多 那些的器材本身的 进化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到现场 你就能够比较了解 小到拐杖轮椅 大到就家里面的 这些的老人家的 安全的设施设计 等等等等 其实都有很多可看的地方 最后家里面 如果有这个就是说 在念书的孩子 的家长们 其实如果是年轻人 你现在如果是高中 或者是大学 如果你念的科系 跟这些相关的 如果比如说台湾 现在医学院 或者是广义的 这些医学院里面 的复健 等等的这些的科系 或者你高中 如果你在未来的 志向的选修 你对于生物 等这些方面 非常感兴趣的 我强烈建议你 参加这个展 你会你比较有医疗现场的感觉 好那到现在大学里面的 现在也在做一些科科系的整合 如何把就是说医学系啊 跟这些的工程啊 等等相关的科系啊 跟资讯的科系 做一些整合 将来要当医生的 我告诉你就是电机啊 资讯啊 这这些都要都要都要不都要不错 要不然当一个好医生 还蛮蛮辛苦 现在当好医生 当厉害的医生 操作电脑是基本功 好换叫做对电脑呢 要很熟悉 好那继续呢 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台北荣总的副院长的 李伟强李副院长 您刚谈到的一点 我觉得可以作为呢 鼓励呢 大家呢 去参加这个展的一个动力 就是您刚谈到的精准医疗计划 我有参加精准医疗计划 真的啊 我就是透过你们荣种 我去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吧 你们都会发个单子 叫我们填啊 是是是 就是你要不要参加 推荐你啊 就是要不要参加精准医疗计划 我也不知道那啥啊玩意儿啦 我坦白讲 我平常呢比较懒 那也可能基于就是说 隐私的保护啊 你想那个要抽血啊 对 那抽了血之后 我自己的工作训练 我的血液的样本 什么秘密 都在我的血液里里面啊 待会有点抗决 不过我那是不晓得 为什么我就参加了 参加之后 当然你也就忘了这件事 因为他平常也不会找你啊 可是隔一阵子之后呢 他就寄了个东西给我 我打开来看之后呢 你可以去下载 他里面呢 就会有我的 所有的血液的分分析 那那个血液的分析 虽然我没有看到 很详细的部分 不过他大概告诉我 就是说特别是我可能预判 我可能会会产生的 或者台湾人常见的 可能会发生的 跟你的基因有关的疾病 对 就拿下巴 就一长牌 那如果你safe 他大概好像就亮绿灯吧 好像他就绿灯显示 那一开始告诉你说呢 我有两个警示灯 我当然很紧张啊 拿两个一个 后来看之后还好 他第一个就说 你可能有一些的过敏 的这些呢抗原反应 这个我知道的 我大概有一些 或呼吸道的过敏啊 这个我知道 第二个呢 他他说你少你少喝酒 但他他不是这样讲了 但他就告诉你 就是说我对于酒精的代谢 呃在在我的基因检测里面来讲 我的酒精的代谢比较差 是 脸容易红的应该就是就是嘛 对不对 没有错 就我一我一喝喝酒就就脸红啊 再喝一两杯就睡啊 所以他就提醒我 哎我觉得参加这个计划就有收收获 有收获不在于那两个题提醒了 那两个都都不是什么大大事 而且我也不会 重点他告诉我下面的那些 有关于一些的可能跟癌症啊 等等 其他的这些呢 遗传的慢性病有关的疾病 他那他说你你都OK 不就很直吗 哦哇真的恭喜乡龙凶啊 哈哈哈哈 我都还不一定有机会做这个这个检测 真的吗 真的因为我先讲这个 相当兄提到这个精准医疗 嗯 这也是这次的展览的三大主题之一 嗯 我刚刚我们刚刚比较讲的是 智慧医疗 全灵的照顾 另外还就是精准医疗 什么叫精准医疗 其实基本上哈 我跟相当兄大概年纪应该差不多 嗯 那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开始发觉到 到了这个一定年龄以后呢 就开始身体这边不舒服 那边不舒服 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跟我们的遗传相关的 跟基因相关的 没错 那这边他为什么说 刚刚恭喜江龙兄呢 因为呢 以容总现在来说 我们现在可以抽一些血之后 可以大概检查七八十项 目前比较有实证依据的 就是这些基因的 如果万一有缺陷的时候 他会跟某些疾病相关 嗯 这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 比方您也提到的 会被酒醉 嗯 那有的人谦卑不醉 那有人一喝就倒 差别在哪里呢 不是因为我喝了多久 就可以练出来 基本上还是我们一个遗传 一个因素 嗯 所以我相信这个给您很好的个将来一个挡箭牌 对 有人在劝您酒 你把容总的报告秀出来 没有错 我都放在我手手机里面 所以说我的DNA告诉我不能喝多久 对因为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你要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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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就是这个检测 其实现在的某些特别容易造成全身性严重过敏的 我们都会建议先测这些基因 这个之外还有更严重的 还有这些特别也要恭喜您的说 有些基因的缺陷是跟癌症相关的 没错 好像相关 我们都知道有些癌症是有家族性的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 乳癌啊肺癌啊 这些都有 都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人到容总来检测 是全家一起来的 嗯 因为他就发觉搞不好他们家里面有一个人有 哎 他们就担心其他人有没有 所以一起来检测 都万一有的话 我们可以及早预防 至少后生日有些及早的治疗 嗯 这个是现在精准医疗的特色 就是他是量身定做 好 过去某一种疾病 比方假说你刚刚一定要肺癌 肺癌就很强的家族性 嗯 那到底是不是 那我要担心一辈子 我担心多久 所以现在会开始有这种检测 嗯 那还有些是包括婚前的一些检查 或者是一些对一些某些 我已经知道我这个家族有某些病的话 我为了要赶快知道 某些事情 我就要赶快做预防 最精准医疗先走向这个地方 这次在我们这个生测会的生计展 也会展示这种东西 现做的非常多 后续还跟接续的 可是现场是不能参加的 当然 现场但是提供你资讯 嗯 现场资讯 那后来你可以再去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医院 不同的这些 您可以来自不同医院 您家近一点 或者什么时间 或是大家可能的提供的这个组套 还不一定完全一样 请有个有心的这个 我们的听众想去现场参加 你可以多往这边去搜寻相关资料 现场 现场你可以买 可以约 对不对 您可以取得相关的讯息 或许可以做一些 呃约定 那将来因为不可能在现场抽学 对 对 现场畢竟是个展区 不是个医疗机构 呃 不过我相信这是个好机会 您过 你以前可能还到处打听 现在一次就搞不好 石家院让你选 嗯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好 您可以一次拿石家院讯息 回去再跟家人讨论一下 比比看他的内容 或比他的价钱等等的 可以做个讨论 嗯 好 那除了 因为这个 这个是我 我自己 我自己有经验 有经验值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也有点压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那个精准医疗是要干嘛 哦 就是他只是叫我 停个单子 抽个血 那反正因为绒种我熟嘛 那里面一些医生朋友说 那你就做吧 没关系 他就做 哎 他寄给我那个报告的时候 哎 我觉得还蛮值的 好 所以我会 我会鼓励大家就说 呃 如果可以参加的话呢 就就参加 或者呢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的去买套餐 嗯 因为随着你自己的需要 你觉得有哪一些事 是你要的 那个每个套餐的不一样 这个现场呢 你都可以呢 多询问 那甚至于个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询价了 但你可以多询问 各个医疗单位里面呢 有没有呢 提供呢 这一些的检测方面的服务 或者这些套装的产品 但是除此之外呢 消费者呢 在现场呢 还能够呢 看到什么 还能够买到 买到什么 那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台北荣民总医院 北荣的副院长 李伟强 李副院长 他被推出来上非得早餐 担任了2023年呢 台湾医疗科技展的代言人 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继续跟李伟强聊 好 非得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南洋龙 来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呢 台北荣民总医院 北荣的总医院的 副院长 李伟强 李副院长 那我刚呢 特别特别跟大家介绍呢 我第一次访问李伟强 那他今为什么来现场呢 那这个单元当中呢 向来呢 嗯 来到节目现场 几乎都是台湾各个别的名医 但李伟强今天为什么来呢 他今天呢不不是来谈医疗 医疗心知 不是来谈腸胃科的 而是因为他被拱出来呢 就说呢代表呢 台湾医疗科技展的 扮演了科技展的代言人 好 所以呢上飞碟早餐呢 跟大家介绍呢 介绍这个在这个星期四 十月 十一月三十号 开始 因为今天星期二嘛 节目播出的时间 那从十一月三十号 星期四到十二月三日 星期天 那四五六日 四天的时间呢 在台北的南港展览馆的 一馆的一楼跟四楼 那举办呢 今年的 那台湾医疗科技展 前两年呢 其实要策展前的时候呢 主办单位呢 也都有来上过节目 大概 他们大很信赖 飞碟连波网的这个影响力 好 这都来上节目 那前两年跟今年的不同 就是前两年有疫情 有疫情 我也不好意思鼓励 就是说呢 像我们刚刚特别前的影法族的朋友 是最最建议 你可以呢 互捧影班参加 可前两年 我就不好意思叫你去啊 因为有疫情啊 大家如果染疫了 就要筛检了等等 我不愿冒这个风险 但今年你可以放进去 那人多的地方呢 你把口罩呢 戴上就好了 好 那呃 今天呢 在我们现场的呢 李伟强李伟强刚提到的 就是说有关于基因检测的部分 现场呢 也有超过20项的免费的健康检测 包括像是肥胖基因啦 或者是有没有这种的中风啦 三高啊等等 这方面的基因 你千万不要自己运气不好 有很多时候是因为 你不知道在你基因里面呢 就有这个地雷 那地雷有没有被被被踩到 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可能不小心会会踩到地雷 你知道 当然就会小心一点 我很诚实讲 自从我做了那个精准医疗之后 他提醒我之后呢 我之后就很少喝酒 偶尔偷偷偷喝一口了 太值得了 对 偶尔偷喝一口 或者买小瓶的啤酒呢 解解残汇的 大家就没有了 好 不过呢 接着这次呢 就是说呢 就是2023年的台湾医疗科技展 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现场还有很多名医的演讲的 对不对 是 我们这次的话 这个声测我也安排了 因为我们刚提到 有很多医院都参加 所以每家医院呢 大概也都是会精锐进出 所以在各个方面的话 我们都会提出 他们的一些养生保健的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好 很多银法族的长辈们 或甚至您家里面 有银法族的照顾的人 都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些 最新的知识 不管是从糖尿病 高血压等等的 一些一般的慢性疾病 还有甚至到一些癌症 各种不同的癌症 我相信各个医院都有 派他们最好的医生出来解释 包括一些最新对癌症的治疗 比方像重力死的治疗 因为常常看到一些医学 你在医疗的现场当中 常常医生跟你讲说 你去做个检查 好吧 有一些可能已经比较科普化了 比如说电脑断层 或者说什么玩意儿 这个大概你即使不知道它的原理 可是你大概知道是在做些什么 可是重力死是什么 好谢谢乡东兄提到重力死 我们都知道癌症的治疗 癌症大家闻癌色变了 不管哪一种癌症 大家都不希望得到 可万一不幸得到的话 现在的治疗方法分三大类 一个就是内科的 内科治疗 内科治疗包括像化疗 化疗 放射性之类 第二类是外科手术 外科手术 把它整个切掉 可是如果这两个都不适合的话 第三类叫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就是用强的能量 去照射这个肿量 杀癌细胞 对把它里面的癌细胞 把它杀死 把它DNA打断 那传统大家都叫什么 孤六十等等这种治疗 可是后来最近这么多年 十年来开始有叫粒子治疗 粒子就是说光是没有质量 看不到它是个能量而已 可是现在我们开始把一些粒子 把它加速 等于它有它的动能 有动能之后呢 它这些粒子的产生能量 它最大跟传统的治疗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因为它可以很精准的在肿瘤的地方 去把它照射 传统上面的孤六十照射 也有光是这样 它所经过的地方 比方你假设我们想象一下 在一个西瓜的中间 是一个肿瘤 我现在想把西瓜中间 肿瘤破坏 光是照射过去 它路上所经过的 其他正常的西瓜的地方 过来的果肉都会烂掉 所以就是对我们人体器官 会造成一些伤害 大家很怕这个副作用 当然 可是现在呢 它可以说 你即使一个肿瘤 躲在西瓜中间 我这个重粒子 经过加速以后 产生了这个高能量 我经过前面的西瓜 果肉 红色地方都不受任何影响 直到你核心的地方 才把能量释放出来 直接破坏了一个 这么厉害啊 精准的 精准治疗 把它终于破坏掉 所以它又快又好 而且躲得多深的地方 它都可以把它照射掉 这就是现在的粒子治疗 就是它的强项 强项 这才是最新的科技 所以台北荣总 从今年的5月开始 我们试资了45亿 把这个台湾第一座 重粒子中心完成 对 我去荣总 我就有看到 可是我就不知道 这是啥玩一个人 这样讲我就懂 是 它等于说提供一个 新的另外一种治疗的选择 所以内科治疗 外科治疗 有些不是很适合 我们可以用重粒子 来把它做一个治疗 台北荣总当部 从5月到现在 现在11月中旬 我们已经做了 快将近100例 它做得非常的 效果的非常好 那这个100例的话 最让我们最感到兴奋的时候 是胰臟癌 它躲在最深的地方 对 大家知道胰臟癌 是号称癌王 对 因为它第一个 它躲在深层 第二个呢 它不容易有症状 不容易发现 就有症状的时候 大部分都到第四期了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除了我们要强调 应该尽量做一些健康检查 做一些去找出来之外 很重要是万一不幸 真的有的时候 过去发现之后 往往都束手无策 可是我们现在发觉 这样子的一个重粒子 对胰臟癌治疗 是有它的帮忙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将近100例当中 有将近三分之一 是胰臟癌的这个病人 而且看起来都从很多 其他的医院转介过来 转介过来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内科 以及重粒子的一些 所谓的合并治疗 也许我们照完射完以后 再去做手术 把它切掉 很多手术前是无法切除 因为它跟旁边的器官 那血管粘得很清楚 我们把它照完之后 手术切掉 这发觉其实照着 已经把它照着差不多了 剩下残余的部分 再把它切掉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 很成功的治疗方法 所以我想重粒子的引进的话 确实提供一个 对一些难治疗的癌症 深层的癌症 一个多一项的治疗的选择 你说以绒种的 这个重粒子的这个治疗 从5月到现在 你们已经做的超过100例 将近100例 那效果呢 对 这放射治疗的效果 它不是马上好像手术一样 一切完马上就知道 它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你需要给这些时间 让那细胞破坏 对 破坏 然后我们才定期追踪 可是至少从我们年中 做到现在 还包括一些 我们之前做临床试验的效果 现在看起来治疗效果 都大家都蛮令人满意的 嗯 好 那这种的治疗 健保有几副吗 目前不几副 没有 目前是不几副的 对 不几副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 这还是一个比较昂贵的治疗 现在不管是直子治疗 或者是中理治疗 都还是完全自费的 大概价钱的话 看不同的癌症 可能有点差别 不过大概落在100到150万之间 一整个疗程 嗯 那 现在全台湾 有这样一个重例子的 这治疗就唯一的 唯一就是台北荣总 对 好 但我再帮台北荣总做广告 希望你用不到了 当然 对了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刚刚李伟长在告诉你 就是说 这也是这一次的医疗展的展示的重点之一 为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 就是说 在这医疗体系里面 除了你刚刚讲 就是说 他 你想 我 我如果是假 假博斯 如果早 早有这套的系统 我就不用这么的痛苦 就像走了 才50几岁就走了 因为男人到了50几岁的时候 是移上来的 浩发的年龄阶段 好 但是 但是这套的系统 除了容忠以外 那看起来 在在全全全全世界 有这套系统的并不多 对 没错 全世界目前是 总共14 16台这样子的机器 主要是来自日本 就占了7台 台湾的这一台 是全世界的第14台 在我们后面 还有一个韩国 会紧接在后面 下一步会成立的 不过这次的参展当中 我刚提到 有一千位海外人士来 其中有好几个团 要特别来台北容总 参观我们的重立子 这边包含马来西亚 还有越南的 等等其他国家 为什么要来看 因为这个毕竟 在东南亚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 所以他们也有兴趣 有兴趣 第一个 他们可能考虑 把一些病人 转给台湾来治疗 另外他们是不是搞不好 自己又打算建一套 他们自己的重立子 这也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有可能的事情 在今年年初 说美国也派了一团人 来我们重总看 因为美国都还没有重立子 美国是一岛最先进的国家 可是重立子 他们还是没有的 他们想看看 因为既然日本 台湾都有 他们是不是应该要来 后来 美约医院特别派了一个team 来了三次 三次之后 他们决定 他们应该可能要往这边去做 他们要去派人来这边学习 来这边取经 所以成绩合适 台湾也可以成为 美国来学习的对象 我们不是只有台积电 我们还有其他可以值得别人学习的东西 好 当然这个 你听李伟祥讲就知道 这不是李伟祥觉得骄傲 荣总觉得骄傲 而是台湾拥有这套的医疗系统 我觉得骄傲 但我刚刚特别问健保 大宝说这么好的东西 健保可不可以用 好了 因为它只有一套 那个成本非常非常高 健保是没有给付的 那你就得要靠自己 至于商业保险 那可能你就要问问看 你的商业保险的机构了 因为商业保险的变化之所以很快 就是因为有很多新的一些的 治疗的方法 治疗的工具 在你买保险的时候是没有的 但是当有了之后 那要怎么谈 那这个你要跟你的保险的业务员 去了解一下 那最好还是你用不到了 所以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精准医疗 先做一下 自己或者家人的基因图谱的检测 那挑你认为比较关键的一些项目 特别是cancer有关的项目 先做一些的筛检 知道一下自己的中奖率如何 但是我要告诉你 就是说并不是 他告诉你说 你的你是绿灯 所以你就一定不会 这跟你的生活习惯 跟一些其他的这条件 还是有关的 但最少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 会被挑选出来项目 多半都是在生计医疗 生计生物科技 这些年发展之后 在临床上面 大概比较能够确定哪一些基因 跟哪一些的cancer 哪一些疾病比较有关的 你可以多了解一下 好这些在今年的 就是2023年的台湾医疗科技展的现场 你都可以看得到 2023年的台湾医疗科技展 在11月30号到12月3号 这四天的时间 这个周末的时间 从星期四开始连续四天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 一馆的一楼 跟四楼举办 你也可以先上一下 台湾医疗科技展 你打台湾医疗科技展 你就看到官网 上官网之后 先看一下有哪些摊位 是你特别感兴趣的 或者哪些演讲 你想要去听的 先把场地跟时间表现弄好了 你可以做一个衡量自己的体力 因为每个人如果说是银法族 我也不能期待 你就在那边待一天 如果你说 我就花个两个小时 那你就可以挑一些的展场 先看一下 挑一些的演讲的时间 先确定一下 那上这个官网 还有个好处 就是说 你就可以免费 索取的门票入场 那个入场的门票 在网络官网上面索取 是免费的 今天非常感谢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台北荣民总预议员的 副院长李伟强 感谢 非常谢谢 强中兄 让我这个机会 我相信这是一个好机会 这就好像是一个 医疗界跟生机业的 一个加联华会 这样会让大家可以 一次能够能够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掌握到目前台湾 在医疗的先进 以及我们在生机业 还有自通产业的 一个发展的境况 我相信很值得大家 来花点时间 用周末假日时间 来现场看一下 来体验一下 好 感谢李伟强 李副院长 来进广告 回头新闻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